好 接下來是財經的時間了 剛過萬聖節 今年最夯的就是 很多人都扮成魷魚遊戲 還有這個詭異娃娃了 結果沒想到 跟財經也有關 現在據說出現了一個 同名字的加密貨幣 就叫做魷魚幣 短短三天 暴漲超過700倍 沒想到 11月1號過完這萬聖節 就雪崩式的下跌 傳聞這個發行商 居然已經捲款落跑了 糟糕了 有投資的人該怎麼辦呢 把時間交給小幣必欠函 好 如果真的有投資的話 真的是血本無歸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隨著韓劇爆紅的魷魚遊戲 也有線上闖關的平台 在10月27號的時候發行 但是要進到遊戲裡面 你必須要有這個代幣 也就是叫做魷魚幣了 它是它這裡面 這個遊戲的專用代幣 回推到魷魚幣 在上個月20號的時候 它在預售 價格大概是在1塊錢美元以下 也就是0.17美元這個價格 甚至還有更低的 那隨著這波遊戲的風潮 可以看到這個魷魚幣的走勢 完全是一路狂飆 最高甚至見到了2861美元 等於說比一開始的時候 價格翻了上萬倍 可是11月1號風雲變色 這個魷魚幣被拿去烤了嗎 大家想說為什麼會是垂直式的 雪崩式的往下暴跌了 將近是百分之百 可以用一夕蒸發來形容 因為可以看到這個價格 完全是已經躺平歸零了 而不只這個魷魚幣的官方 推特被刪除之外 官網也掛點了 而且其實在它莫名爆紅的這段期間 加密貨幣的交易所就曾經警告 有收到很多的用戶回報 其實沒有辦法在特定的一些交易所來出售魷魚幣 根據了解這個是存放魷魚幣的多個位置 出現了攻擊事件 還有很多的魷魚幣的開發商 甚至傳出有捲款逃跑的狀況 那推特為什麼會關閉 就在於這個暴漲暴跌的過程當中 魷魚幣的官方帳號被列為說是可疑的帳號 所以就把它關起來了 數據也顯示在這個往下垂直雪崩式的暴跌過程當中 這個交易量是比去年同期 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 巨大的拋售賣押 而另外一個爆紅的貨幣又是什麼 也是最近喬熱很大的話題 就在於元宇宙了 ManaB 臉書在上個禮拜的時候改名為Meta之後 市場上面很多的投資人 非常勇敢買進這個ManaB 大家會想說聽都沒有聽過他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但是先來講一下 他在十月三十號的時候 暴漲了四倍以上 來到四點一六美元的歷史新高 不過之後價格有稍微小幅的滑落 但沒有像是魷魚幣這麼樣的暴漲暴跌 那其實ManaB 他是在2017年的時候推出 他是一個多人角色扮演 也有使用到元宇宙概念的遊戲 裡面這個遊戲的代幣 那在後續會不會出現暴漲暴跌呢 其實誰都說不準的 專家提醒 即便是現在最盛行的比特幣 也曾經遭到血洗再串起來 特別是搭上市場上面話題 有時候投資人都不知道 狗狗幣 ManaB 還有這個什麼魷魚幣 到底他們在玩什麼投資什麼 項目都還搞不清楚的時候 就因為蜂巢而盲目的跟風投資 這個時候貨幣的發行者 如果他是比較不肖的發行者 他用快速兌現的方式 或者交易所遭到駭客攻擊 這個時候就會出現當機卡卡的 甚至你手上擁有了 這一大堆的加密貨幣 卻沒有辦法賣出去兌現 這個時候投資人心裡 就會非常的恐慌了 引發大量巨量的拋售潮 那其實國內的立委 也有要求經濟部 或者是金管會 要來監管相關的加密貨幣 因為現在除了比特幣之外 很多的加密貨幣是層出不窮 那金管會的主委黃天目他說 其實現在全世界對於加密貨幣 是不是要納入金融監管 還是沒有什麼共識的 這一塊目前國內 就只能先就洗錢房治 來做管理 投資人一定要了解 自己投資的是什麼 承擔相關的風險 貿易版本 貿易版本 輪廣 貿易版本 貿易版本